你好 欢迎收看4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生跟在地21年 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行了 112年度南岛的故乡开学典礼 融合花莲六大族群特色和山海主题体验课程 而身为部落大学的校长县长许正卫 也亲自主持了典礼 期许课程可以落实在地人才培育 还有国际连结目标 持续来传承原住民族语来附赠南岛语系起源 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生跟在第21年 并且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任劳举行 112年度南岛的故乡开学典礼 部落大学校长徐中尉表示 原住民族主语已经成为国家语言文化的传承中 语言相当的重要 花莲县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彼此存在着母体连结的心感 而部落大学的经费来源 由我们的园民会还有教育部 以及花莲县政府 而花莲县政府每一年的县预算是节节的升高 尤其是对于我们部落大学的业务的推广 甚至高于我们中央的经费 所以在今年大概有一千多万 而花莲县政府大概有将近六成 是花莲县政府的县预算 部落大学是大家共所瞩目 尤其是未来它承载了非常非常多的责任 比方说我们的风雨计划 比方说我们的山海巨场 我们泰巴朗 我们的青年会所 还有我们要推动了非常多的文化 以及艺术野菜 我们研究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更重要成为我们论述的基础的一些材料 所以刚才主委也讲 无论是南岛纽西兰或到马达加斯加 获得到我们复仇街道 以及我们今年到了纽西兰转大西地 这都是我们希望 透过每一次的拜访 透过每一次的交流 希望我们所有南岛语系的兄弟姐妹 能够回到花莲 能够回到台湾 能够回到我们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这就是花莲 感谢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 在这里 感谢大家一起为花莲的文化传承 以及花莲的文化严格 以及创新 还有努力的挖掘我们的历史 来一起来守护 与庆祝委员会主任委委 以上保罗表示 全国各县市共有15个部落大学 花莲县市第一所成立 相当别具异议 南岛语言共有1500多个各语系 占了全世界各语言的五分之一 根据南岛语言支付 与人魁院士及各国语言专家 都认同南岛卓语的起源地 就是在台湾 我们花莲部落大学的主要的主题 叫南岛的故乡 这个构数专家也研究说 这个构数的企业地在台湾 然后一直到纽西兰 都有DNA 也证明了南岛语族的发言地在我们台湾 部落大学副校长杜伦伦传表示 今年度除了运用部落大学积累资源之外 也整合了部落资源以及幸福的相关计划 将与本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原住民族文化馆 社区大学持续合作共享资源之外 今年也完成与持续科技大学 迁离USR合作计划 及公园院洽谈艺术疗医科技应用 以及服务计划等等 全面建构知识建构平台 部落大学执行秘书 区才表示 部落大学作为跨域整合的资源平台 为了将持续强化部落大学 作为南岛知识的建构 跨域资源整合文化调查工作等等 以多方面保存以及发展部落文化经济命脉 促进部落多元自主发展 就是开学典礼展现花林部落大学活泼多样的课程 以及多元族群彼此兼容并续的文化体验 记得喜欢黄师伯老